大家好,在进入react开发学习之前呢,我们首先来搭建一下基础的react.js开发环境 使用react.js,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通过script的标签引入react.js 这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编码方式了 如果我们的项目比较大,你会对项目的js文件进行拆分 然后页面上就要通过script的标签加载很多拆出来的js文件 这样的话,页面性能会很低,维护性也比较差 第二种方式是使用脚手架工具 这也是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程要使用react.js所采用的方式 有些同学可能对脚手架工具没有概念,你可以这么理解 脚手架实际上是前端开发过程中的一个辅助工具 它会自动的帮我们构建一个大型项目的开发流程和目录 它允许我们以一定的方式去实现js文件的相互引用 让我们更方便的对项目进行管理 但是,我们在脚手架里面写的代码实际上并不能直接运行 你需要脚手架工具帮我们做代码的编译 编译出来的代码才可以被浏览器识别运行 我们一般会使用grunt,webpack,gap这样的工具 来帮助我们编写脚手架 但是这部分的内容单独开门课来给大家讲解都不为过 那么react.js这门课程的学习之中呢 大家不必太过关心脚手架工具的底层实现 你只要学会选它就可以了 为了react.js产生的脚手架工具非常的多 甚至有的公司内部都会有自己定制的脚手架工具 在初学react.js的时候 我非常推荐大家使用react.js官方提供的脚手架工具 create react app 推荐它呢我是基于这样的几个考虑 首先这是官方提供的脚手架工具 所以见状程度大家无需怀疑 同时它的使用很简单 可定制性很强 调试代码也非常方便 如果你没有非常深厚的backpack配置工底的话 能够确保驾驭更复杂的脚手架工具的话 那么使用这个脚手架工具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下面我们来安装一下这个脚手架工具 首先我们打开react的官网 然后进入docs目录 在这里面我们点击installation 然后点击add react to a new app 用react创建一个新的app 我们往下翻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官方提供的create react app 这个脚手架工具 那如果想安装使用这个脚手架工具 我们需要执行这样几个命令 npm install-g create react app 当然大家看到npm 就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node的包管理工具 所以如果你想使用这个工具 你就需要安装node和npm 那我们呢 先打开node的官网 node的官网呢 在这里node.js.org 大家进入官网之后 可以看到有一个区块叫做downloads 我们点开downloads 网页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型号的不同 来选择node的不同的安装包 那我是mac 所以就可以点击mac installer 来安装mac的安装包 那如果大家是windows的操作系统 你来安装windows的这个安装包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还可以看到 有一个lts版本和一个current版本 current版本呢 指的是最新的版本 而lts呢 指的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版本 那我一般推荐大家 在做项目的时候呢 用这个lts版本比较稳妥 当然如果你想尝试node最新的特性 你可以安装current版本 大家呢 下载好安装包 安装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打开自己的命令行了 那这里我已经安装过node 所以呢 我打开我的命令行工具 在这里面 我可以运行npm-v这个指令 然后再运行node-v这个指令 大家可以看到 我当前操作系统下 npm的版本号是5.5.1 node的版本号是7.10.1 如果你正确的安装了node 那么你的npm和node的指令 都应该输出对应的版本号 那如果你的这个版本号输出成功了 就说明你node的准备环节 已经做好了 那如果这一步大家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去安装create-react-app 这个交手架工具了 那怎么安装呢 这样来做 首先我们在命令行里面运行npm install-gcreate-react-app 回车 好大家可以看到 很快我的这个create-react-app 交手架工具就安装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再做下一步 下一步就很简单了 我们就可以通过create-react-app 这个命令来创建一个react的项目 在这里面我们输入create-react-app 当然我们要在桌面上 去创建一个react的项目 所以我会cd的desk talk 如果呢 你是windows的操作系统 那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点击shift 同时按下你的鼠标右键 这个时候 右键的菜单里面 会有一个选项 叫做在当前目录下 运行命令行工具 那么你点击 对应的菜单栏就可以了 它的效果和我刚才的 在Mac下的操作 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让我的命令行工具 所处的配置 在这个桌面上就可以了 好 接着 我们运行create-react-app 这个命令 在桌面上呢 我们希望创建一个 hello world 或者叫做to-do list 这样的一个react的项目录 我们点击回车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create-react-app 这个教授架工具 会自动的帮你去构建 我们的这个react的项目工程 它会帮助去安装一些项目的依赖包 这都是他自动 做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有的同学呢 在安装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有一些警告 或者说错误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用手机 开一个4G的 移动WiFi 然后用电脑连接 手机的这个WiFi 再进行安装 一般就不会有问题了 好了 那到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 在桌面上 已经多出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to-do list 这就是create-react-app 帮助我们构建的 这样一个react的项目录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看 这里create-react-app 给我们了一句提示 你可以进入到 cd.to-do list这个文件夹 然后运行 yarn start 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自动的 帮我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呢 打开一个 localhost 3000 这样的一个网址 然后你会看到 这里会出现一个页面 下面显示着 welcome to react 当你看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就说明 你的脚手架安装成功了 你也成功的通过脚手架 创建了一个react的开发目录 那么到这里 我就给大家讲解完了 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大家加油 接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终